国家情报工作掩护机构设置及管理办法 修正日期 民国102年4月18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办法依国家情报工作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家情报工作掩护机构 以下简称掩护机构 细指为有效执行国家情报工作之必要 由情报机关设立之商号 法人或团体 第三条情报机关未监督掩护机构 应设情报工作掩护机构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委员会 其执掌如下 一掩护机构设置及解散之审议事项 二掩护机构人员之纪律查查 资格审查及考核事项 三掩护机构财产保管及财务管理几何事项 四其他奉情报机关首长交办于掩护机构有关之事项 第四条 委员会制召集人一人 纵理委员会业务 副召集人一人 相助召集人处理会务 均由情报机关首长指定之人员担任 委员8至12人 除召集人负召集人为当然委员外其余委员 由情报机关派聘适当人员担任 前项委员成员应包含人士政风站主继督兼查单位主管委员会成员为无几职 委员任其军位一年其满的续派聘之但由情报机关人员派兼职委员应随其本职进退 第五条 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一次必要时的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由召集人召集之 并未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应付出缺时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委员会应由委员总额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使得开会委员会之决议 须有出席委员于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主席不参与表决 但表决证反意见人数相同时 由主席才决之 第六条 委员会所需经费 由情报机关相关预算向下支应 委员会成员对于因职务上所知息之机密 因依法保密 情报机关的对委员会成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之安全查核 前项查核之程序及内容 准用国家情报工作人员安全查核办法之规定 第七条 掩护机构之设置 由情报机关所属业务单位 以下简称业务单位 是其任务需求 就下列各款详位评估后 送请委员会审议 并承报情报机关首长核定后依法设置 解散时 一同 一 可否满足情报工作推动之任务